大山可以落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 大山可以落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 大家好,又到了Yes Mantle时间。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圣经中耶稣所说的话, 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科学小游戏能帮助我们理解 耶稣是复活与生命的概念,种子的重生。 我们预备的材料有干燥的豆子或种子, 小的杯子,嘴,棉花或纸巾,游戏步骤,将种子的休眠期。 我们观察干燥的豆子或种子, 现在看起来像是在休眠, 它就像没有生命一样, 类似于耶稣所提到的死了。 这时候我们加入生命的元素, 把一些棉花或纸巾放在小杯子或碟子上, 然后湿润它, 把干燥的种子放在湿润的棉花上, 并且每天观察它, 观察种子的变化。 几天后, 种子会开始发芽, 这时候就像耶稣所说的复活了一样, 种子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死的, 但在适当的条件下, 它会重新得着生命。 耶稣如何帮助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在遇到困难或心情低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像种子一样, 在耶稣那里找到希望与力量。 希望这个科学小游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 原来生命是可以在耶稣的保护之下, 得着重新的成长哦。 我们依靠它就可以重新得力。 这是耶稣对玛大说的话。 玛大的弟弟拿撒路刚刚去世, 大家都很伤心, 但耶稣告诉他们, 它是生命的源头, 它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 诶, 这是真的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哈喽, 又到了圣经故事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耶稣使拿撒路从死里复活。 哈喽, 我是耶稣, 大家好。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祂在世上的时候, 经常向人传讲上帝爱世人的福音, 并且显神迹, 把这些病患的人都医治康复。 耶稣在玛大尼有一个好朋友, 名叫拿撒路, 他得了重病, 几乎要死掉了。 于是, 拿撒路的姐姐玛大和玛利亚就差人去, 给耶稣送信, 请他们告诉耶稣这一件事。 去的人就对耶稣说, 主啊, 祢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 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述来爱玛大和玛利亚, 并拿撒路。 他听见拿撒路病了, 他仍然在这里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 拉比, 犹太人进来, 让他石头打死你, 你还敢去那里吗? 耶稣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至于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对他们说, 我的朋友拿撒路病了, 我们去叫醒他。 他们说, 拿撒路是死了。 这个时候, 有一个门徒叫多玛, 又称为敌土玛, 就对他们这些门徒说, 你看这人, 他要去犹大地受死, 还坚持要过去, 那我们也一起同他去死吧。 耶稣到了拿撒路的村庄外面, 玛利亚和玛大在那里哭泣, 有人告诉他说, 耶稣来了, 于是玛大就出去村庄外面迎接耶稣, 玛利亚还在家里, 玛大对耶稣说, 主啊, 一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救什么, 神也必吃给你。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玛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玛大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玛大这个时候, 就回去告诉玛利亚说, 耶稣要见你。 玛利亚听见了, 就快快地往村庄外面去, 在他家里的人, 看见玛利亚出去, 以为他要去拿撒路的坟墓, 所以也赶快就跟着他一起出去了。 玛利亚来到了耶稣的面前, 就伏伏在地, 拜他说, 主啊, 你若找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行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忧伤, 说, 你们把他安置在哪里了? 他们回答说, 亲主, 跟我们一起来看。 耶稣这个时候听见, 耶稣也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们看, 这个人是多么的爱拿撒路啊!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能开瞎子的眼, 就不能让拿撒路也复活吗? 耶稣这个时候, 来到坟墓面前, 心里真是悲叹, 看见有一块大石头, 挡着, 耶稣就吩咐人说, 把石头挪开! 哇, 这个时候, 马大就对耶稣说, 主啊, 拿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恐怕已经臭了吧!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 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才能看见, 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能信你, 是才能我来! 耶稣说完这话, 对福墓说, 拿撒路出来! 哇, 这个时候, 他们睁大眼睛看, 拿撒路就走出来了, 全身还裹着布, 他们就吩咐人说, 快去, 把他身上的布, 全部解开! 众人看见了, 拿撒路复活的事情之后, 他们就很多人相信, 耶稣了, 感谢赞美族, 弟兄姐妹,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再见咯! 拉撒路复活了! 故事中, 当耶稣说, 他是复活和生命, 他是在告诉我们, 他拥有让人重新活过来的能力, 复活就是从死亡中, 回到生命, 这意味着,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 困难或恐惧, 只要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就能够得着新的生命和希望, 而信靠耶稣, 就是我们相信,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都会照顾我们, 就像小朋友, 如果你害怕黑暗或考试, 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 他会帮助你克服困难, 给你力量和勇气, 他应许我们, 当我们相信他, 即使我们在世上遇到困难或最终死亡, 我们也能够在天上与他一起永远活着哦, 生活中, 我们每天祷告和感恩, 你可以每天晚上睡觉前, 花几分钟的时间祷告, 感谢耶稣给予你的生命, 感恩是信靠耶稣的一部分, 当你感谢他的时候, 你是在表达你对他的信任, 即使有时候你觉得害怕或担心, 可以告诉耶稣, 他会帮助你找到平安, 当你在学校或者游戏时, 遇到其他的小朋友需要帮助和安慰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爱和他的应许, 比如当你看到有小朋友因为考试失败而难过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们不要害怕, 因为耶稣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你是复活与生命, 求你帮助我们在困难中依靠你, 并教导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 感谢你的爱与保护, 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记住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和救主, 祂不仅爱我们, 还有能力让我们在困难中找到希望, 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拥有祂所赐的生命,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我们也不会感到害怕哦,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学习每天感谢祂, 并且将这份爱分享给别人, 这就是信靠耶稣的生活方式, 记得耶稣爱你, Yes, 馒头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再会。